6月6日,电视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更新至第12集,一直这么多集,我才开始聊李沁的表演,实在是因为,在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开局时集剧情当中,李沁虽然处于女主角的位置上,却并未拿到前十集真正的女主角戏演,这部电视剧前十集,女主角更新,而李沁饰演的佟小梅,则处于从属的位置上,在角色并未占据戏演的前提之下,而仓促聊演员的表演,是不负责任的。 关于这一点,我在几年前点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的时候,便表达过类似的看法,当时,这当张子怡坐镇的演技比拼类的综艺节目当中,经常让两位演员在一个桥段当中比拼演技,而大多数其实都是有人站在戏演位置上,有人站在从属位置上,如果两位演员的演技水平相差不大的话,那站在戏演位置上的演员,一定会演技更出彩。 同样的道理,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当中,开局的前十集,女主角的戏演位置一直是贺红林在占据。 在这种剧本已经注定的情况之下,谈李沁的表演,就有点欺负人了,剧本层面上,就没有让李沁饰演的,也就谈不上剧评层面上的批评了。 但是,在第十一集和第十二集当中,李沁饰演的女主角开始真正步入到了女主角的位置上,而这个时候,李沁表演上的放不开,直浪漫的问题,就被彰显得比较明显了。 比如说,在第十二集当中,肖燕秋和童小梅有一场吃面聊人生的戏份,这场戏当中,李沁表演上的问题,就被彰显得非常明确了。 这场戏,放在局部的桥段大环境当中,李沁显然是当之无愧的女主角,大桥段当中,她饰演的童小梅给稍后,男主她姐回家,她姐请女主吃面。 吃面的时候,俩人感慨人生,稍后,男主她姐去洗碗,剩下来的,又是大桥段当中,全程都是女主的线,她占据了戏演的位置。 但是,在吃面这场戏当中,李沁依旧因为自己演技上的放不开,而造成了即便是站在C位上,也跟一个小,在这场戏当中,把李沁以往演技上的最大问题暴露出来了。 这位青年演员过分板正,表演什么都是最终造成的结果便是,观众们看着很累,演员自己也累。 比如说,在这场戏当中,对面的萧燕秋虽然台词很多,但人家这位青年女演员就敢说敢吃,而且敢拿出一个正常人的吃面做字来。 这其实就是几个演员应该有的水平,从编剧的角度上讲,为什么要安排吃面的戏份呢? 直接让俩演员站着或者坐着说台词不见完了,编剧这么做, 就是想让这个桥段不那么呆板,更像是真实的生活场景。 所以,对于这个桥段的表演,几个线以上的演员都知道,应该拿出真实的吃面状态来,往生活化当中去。 萧燕秋角色就敢于吃面,并且敢于拿出一个舒服的坐姿出来,类似的例子,还有更好的表演。 比如,状态当中张嘉义吃面的那些桥段,更是演技上的顶配。 为什么顶配呢?因为人家就是生活的状态,坐姿就是纯生活。 反观李庆呈现的童小梅,就差距太大了,首先,她就没敢吃面,这种不敢吃,就给观众一种紧绷感了。 观众们看到这种小口一鸣,就知道,这演员对台词节奏没感觉,只能等着给对面的演员递话呢。 所以,她不敢让自己嘴里边有面条,这是台词功底上的不过关。 其次,李庆一直做的板正,直听挺的,这种表演上来讲,已经是非常大的机会了。 演员这场戏的状态之下,一直直愣愣地坐着,会让整场戏非常呆板,同时,会让观众看得非常累。 显然,李庆对于演员的走位等级是不够熟悉的,甚至于可以说是不过关的。 她太紧了,不松弛,造成整场戏都机械化了。 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李庆的努力来,但是,成熟的演员,是让观众看自己的圆润,而不是多努力。 越掉二郎当表演出来的内容,越是好内容,和好内容背后的好演技,越是让观众看出自己努力了。 不容易,越是演技上有问题,水平太低,李庆表演上的机械化,尤其是走位上的机械化, 在人生之路当中便已经到了梦中的那片海当中,则更为明显。 以前,李庆出演偶像剧的时候,这种机械化,紧绷感等等,就不会成为硬伤,因为偶像剧并不对应现实生活。 没有参照物,熟悉中学屋里的观众都知道,所谓的运动,是需要有参照物的。 同样的道理,所谓的演技,也是要有参照物的。 演员们一旦饰演现实角色,就必然和现实生活场景当中的人进行对照了。 这么一样,就把李庆的动线关系上的问题呈现出来了。 表演,其实就是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的动线关系的还原,好的演员,能够把自己生活当中的动线关系带入到角色表演当中,实现人系合一。 像李庆这样的演技不过关,但就容易把动线关系搞乱腾了,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了。 这种情况之下,则需要找专业老师,多练习了。 梦中的那篇还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,讲述了一群生活在北京时差海边的年轻人。 在时代的洪流中华揣着各自不同的梦想,经历了友情、爱情、亲情和事业的起伏波折,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和幸福生活的故事。 该剧的主角之一是肖春生肖战士,她是军营里长大的欺凌后,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。 她退伍后不甘于平庸,想要在社会上闯出一番事业,她凭借着自己的勇气,这会何坚持,在各种困难和挑战中不断成长,从一个小小的摊贩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 她也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自己的真爱童小梅里亲世,一个有着医学梦想的女孩,两人经历了误会,分重逢等多次考验,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该剧的另一个主角是叶国化刘瑞林氏,她是肖春生从小玩到大的兄弟,也是时差海上最有名气的样子。 她有着对音乐和艺术的职责追求,不愿意妥协和随波主流。 她在音乐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打击,也曾经迷失过自己,但是在肖春生和贺洪林草匪人士的帮助下,她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初心,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音乐人。 该剧的其他角色也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动人的故事,他们或是肖春生和叶国化的朋友,或是他们的亲人,或是他们的合作伙伴,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青春画卷,展现了不同阶层,不同追求的年轻人在改革开放的大史上。 如何面对自己的梦想和现实,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价,如何与时代共进步,与国家共发展。 梦中的那片海不仅有着精彩的剧情和感人的情感,还有着精囊的制作和演技,该剧有资深导演傅宁,她曾经指导过《风在启示胡同》等多部优秀的年代剧,对于时代氛围和人物刻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理晋领衔主演。 梦中的那片海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青春大剧,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北京时差海编译,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青春精神。 他们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,敢于面对自己的困难,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,敢于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。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青春不是一段时间,而青春不是只有憋屈、悲伤、压抑和贫困,还有朝气和向上迸发的力量。 青春不是只有时差海这一片海,还有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青春大剧,梦中的那片海绝对不能错过,你会发现这部剧不仅能让你感动、欢笑,还能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。 你会发现这部剧不仅是一部电视剧,还是一部时代记忆。 你们对这部电视剧有什么看法和感受呢? 我们做才会发现?